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10月5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既荡又利的德国在俄乌战争和北溪管道被炸后 彻底被边缘化了 很多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很喜欢德国 觉得德国人严谨 德国工业发达 尤其是德国的宝马在中国大受欢迎 但事实上德国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它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呢 很多国人并不了解 德国工业确实发达 德国的产品也确实行销全世界 但是这是在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二战后组建的北约一直为欧洲提供国防 但北约出现的大头是美国 2020年美国就为在德驻军 划拨经费72.34亿欧元 德国则划拨了1.324亿欧元 德国明镜周刊6日发表文章称 过去十年来 德国已经为驻德美军累计提供了近10亿欧元的经费 平均一年1亿欧元 德国还觉得花的挺多 那美国花多少呢 美国人一年要花70多亿欧元 这相当于美国人自己掏钱来保卫德国 德国既不想花军费 还要获得美国免费的安全保护 又想从俄罗斯获得廉价能源 保证生活品质和工业竞争力 然后把赚的钱搞所谓的政治正确 养难民发福利 这是名义上的 实际上是想要东欧中东 非洲来的这些难民和非法移民 廉价劳动力 除了少数难民花着德国的福利 还祸害着德国 大多数逃到德国的难民和非法移民 是自己出去找工作的 工资比当地人低很多 所以德国用着俄罗斯便宜的油气 逃到德国的廉价的劳动力 花着美国的军费保卫它的国防安全 所以它的产品当然廉价了 再加上德国本身的工业基础雄厚 又有着非常厉害的技术工人 所以它的产品非常有竞争力 打垮了很多国家的产品 尤其是美国的 这在欧洲和平时期当然可以维持 还可以时不时的站出来批评一下美国的人权政策 第一把德国多么重视人权的人设 在这次俄乌战争发生后 德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私下里仍然和俄罗斯勾勾搭搭 在武器装备上不想帮助乌克兰 给乌克兰的装备基本上都是很差的 也不出多少钱 还想做调停人的角色 仍然想做欧洲的老大 德国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 非常鸡贼自私 好处全是它的 风险全是别人的 占了所有的好处还不够 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今天批评这个 明天批评那个 东欧北欧那些国家也不是傻瓜 就德国这样的关键时刻 还能指望得上吗 在美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现在 这种两边取利 不明确站队的行为 根本不可能维持 北西管道被炸 就是狠狠的抽了德国一个大嘴巴 告诉德国人 免费大车两头取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要认清和接受现实 就像一个女人一边帮大款 一边找小白脸 两头好处都不耽误 怎么可能 现在大款和小白脸杠上了 他这个两头得好处的 既荡又利的德国 当然要被欧洲其他国家抛弃了 默克尔在位时 一直主张 德国和欧洲要脱离美国自立 组建欧洲国防军 独立保障自身安全 在国际政治上不再追随美国 有这个想法本身并不能说错 但问题是德国从来只说不做 军费多年不涨 连北约最低军费预算都没达到 宁愿把大量财政收入用来养奈民 发福利 搞所谓的环保 也不愿加一点军费 德国人认为 德国待在北约很安全 不需要防备水 军费多了是浪费 还不如发福利 但既要当欧洲大哥 军事上又完全依赖美国 还要在国际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形象 这三者怎么可能同时做到 一旦安全上出事 比如这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现在又无耻的推动 乌东四周 搞所谓的公投入俄 东欧那些离俄罗斯近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追随德国 北溪管道被炸事件 只是揭示了德国在战略上 很脆弱的本质 连自身的能源安全都无法保障 怎么能让欧洲独立自主呢 德法一直想踢开美帝当大哥 现在看 就这俩一点大哥的气质担当都没有 不想发展军事 靠着北约和美国来保护 又想自己在国际上有外交主权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北溪二号线是俄罗斯和欧洲 共同投资95亿欧元 花了十年时间建成的 建成后每年能向欧洲供应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由于是德国 尤其是通过海底管道运输 比陆地管道运输 能降低三分之一的成本 而之前俄欧之间的天然气运输 则要通过乌克兰境内的管道 俄罗斯每年要支付给乌克兰30亿美元的过境费 即使俄乌战争期间 钱也照交不误 而如果北溪二号线投入运营 俄罗斯则可以绕开乌克兰对管道的控制 以更低的成本 更充足的产量 对欧洲供器 由此获得更高的利润 而对欧洲 尤其是德国 天然气地工业和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能更廉价的获得俄罗斯的油气 能有效降低生产生活成本 提升产业竞争力 这也是为什么 施罗德和默克尔两位德国总理 20年来一直坚持两条北溪管道的建设 这次北溪管道被炸 最大的输家 肯定是俄罗斯和德国 俄罗斯失去了苦心建设的能源通道 不仅经济上损失惨重 在外交上也失去了用能源拉拢和控制欧洲的最大筹码 因为和俄有能源合作 而德国在失去了俄气供应后 只能对外购买高价天然气 买家可能是美国 也有UAE 从美国用LNG船运输天然气到德国成本高昂 这会大大提升德国的工业和生活成本 使本来已经很不景气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而赢家呢 是乌克兰和波兰 以后俄欧之间的天然气运输 只有通过这两国的陆地管道 雇路费当然可以继续收 最大赢家则是美国 反对俄欧之间建设北溪县是两党共识 川普也曾经骂过德国首属两端 一边在军费上一毛不拔 依赖美国安全保护 另一边修北溪管道和俄暗通团取 而这次北溪被炸 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德俄之间的能源和外交联系 让德国失去了两边取力的条件 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和掌控大大加强了 德国作为欧洲的工业中心 能源消耗量是周边国家最多的 打了半年多的俄乌战争 导致能源价格上涨 再加上这次的北溪管道被炸 受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由于德国的表现 欧洲其他国家再也不信任德国 基本上抛弃了德国 靠近美国 如果俄乌战争结束后 波兰和乌克兰就会成为欧洲的中心 德国就会被彻底边缘化了 这个照片是我 这个是已经八十几公斤了 和九十公斤体重的时候 这个是九六年九七年的时候 我穿的是撩娜的这个最讨厌的霍铁结 这个就是当年的康复德的周五军 这绝对是中国的帅男 我说实在话 我真的这个兄弟 虽然后来 我们这个搞的不是那么愉快 但我一直把他当兄弟 我觉得这个人是特别善良的人 他就是他那个家人 就是老师在这块挑拨啊什么的 他是中国传销康复德的创始人 就他就是开着 我跟你们昨天讲那个 整个郑州新区他给买了 开发区总部大楼 你继续留那照片 我们到那去的时候 全是现金啊 开着开蓬哲月现金 三十八亿现金啊 他花三一六买了一打两成写字楼 那现金在办公室堆着我没地方放 那现金多到 这个他买我现金的时候 这是多少年 那是哪年呢 94年95年 这个照片大概是97年 96年我大概这个时间 他真是他一米九 一米九二九三的大个子 中央警卫局 原来在教育 在那个中南坑门口站坑的 然后他当着 当着一定的官显的事 枪打特别好 当时我说你赶快停下来 他给增加个老钱了 给增加十亿人民币吧 行贿啊 当时这个增加十亿买了条命 传销这一切全被去抓了 全死掉了 他是真正的赚了大钱 你想那个年 你当今赚了上百亿现金 那马银上个屁也根本不存在呢 那相当于今天上千亿 那真不是开玩笑的啊 当时就他最赚钱的时候 到了北京后海石沙海 对着旁边 很颜色的看着 脚踩着那个 玉石的栏杆清朝的 乾隆花园 看着团面的白塔 看着前面邓小平的原故居 他说兄弟这是啥地方啊 我说后嗨 哪这啥地方 我说是贝塔 哪啥地方 我说是中南嗨 这有多大啊 我说这是清朝的时候 乾隆家往里运粮食 跟天军通着的 这是后海粮道 我大概也就是 十几平方公里 兄弟 你看 咱给他买喽 我倒是晕了 在这说之前 他已经在北京买了 就是上百套房子了 就那一天 买了十几台车 奔驰六百 一买两台 是吧 这一天都花枪花风了 他往那脚一转 我一看 后海白塔 很严肃的 他真的说 咱给他买喽 我说 我叫他二哥 二哥 二哥 我说二哥 咱千万别 这买不了 这是共产党 我说这是他共治的 这后海 他买不了 旁边有一个 陈锡同的铁塔 我说 那个 咱也买不了 所以这个兄弟 当时人有钱以后 真的会疯了 他真认真严肃的 想买喽 是不是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